我最后啊,我胆敢说,事情一定是这样 他很不幸 事情一定是这样 因为他是第二个孩子 这有很大的关键 因为他是孤独,很大的关键 最终是因为父母从小吵架 吵到驴了分 可能驴了分,还继续吵架 如果你听见,看见报道啊 他爸爸很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不是生活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麻烦 如果他们生活有问题啊 连他去工作,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孤独 罚他没有办法那么孤独 这个都是很大的原因的 二要查起来,可以写一本书的 可以做辅导作用呢 这个非常要紧的 从圣经教训我们知道 男人与女人结婚 同房生儿子 后来又争吵直到离了婚 这段时间呢 夫妻、父母不知道做了多少 多到不能算 不合正义 不合诚信 不合仁爱 不合圣洁的事 这都是在他身里 心里面呢 生产 愤怒之气 在这里我们只能提两件事情来说 这位做丈夫的与他的妻子 没有遵守结婚的诺言 那么结婚的时候 所以我很多时候劝他们 你们如果你们真是不能守 你就不要这样说 你说了就要守 我们还有常常 他们叫做 他们英文是 到死 没有 要爱你爱到死 他们是肉体的死 但是呢 结了婚 还有生了孩子 不久他们就吵了 吵到了离婚 那么以前的诺言是怎么样说的 我给大家总结构 太麻烦了 还有 他们违背 在这件事情 违背了很多圣经的教训 还有一点我常常提的 他们没有遵守 以夫所书 四章第26节 深入无口犯罪 无口叫日头下山 你还在生气 你是第一期听见 要背下来 如果这些圣经 所有夫妻都遵守 生气可以 但太阳一下山 就没有生气了 也不会搞到离婚 OK 如果这个丈夫 这个妻子 练习这些圣经 照着这些圣经教训去做 他不会搞到离婚 也教导他的孩子 这样去做 他孩子也不会搞到要爆炸 这件事情就一定没有了 所以我感受 一定没有 这都是与正义 所以诚信仁爱与圣经相反的事 非常相反 extreme opposite extreme opposite 就是极端的相反 所以我记得告诉你了 我们这里有一对年轻人 非常好的 我一想到他们就伤心 离了婚 我劝他们不要 不可以这样 他们不听 所以他们不能来教会了 已经不来好久了 你们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一辈子记得 非常可爱的年轻人 我可以在这里很久的 也可以说在这里长大的 相爱结了婚 后来吵架要离婚 我们我跟我太太 搭他们家里去 跟他们一起流眼泪 跟他们一起祷告 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没有用 所以 他们没有办法来教会了 我不会叫他们回来的 他们必须 上帝怜悯他们的时候 他们要自动 回来 向神认罪祷告 向神认罪 不是向我认罪 他们没有得罪我 我爱他们 我关心他们 只是他们必须 向神认罪 因为他们这样吵 他们既然许诺 彼此相爱到始为止 不守诺言 跟正义 仁爱 诚信 圣经相反的事 他们做了很多 也没有遵守圣经的教训 所以 我们这里 没有人 我也不会叫他来的 他们要自动 愿神怜悯 他们有一天 他们 蒙神 启示 带领 一起回来 在神面前 认真伪感 然后恢复 夫妻的生活 还可以得到新闻 不然的话 只有等着灭亡 那没有办法 我知道 阿当 Lanser 父母亲 若没有争吵 也不会离婚 若没有离婚 深圳这件事情 就不会发生了 你要防止这种 惨事 是这样防止 不是进枪 不是水泳枪 没有用的 我胆敢说 给你多一千年 你也没有办法 死事又来又来又多 因为人的 心里面的怒气 又来又多 好像就算 我们这里 附近这里 我过去 在这里 三十八年了 差不多 开始要 可以算 四十年了 因为我 1974来嘛 明年 2014 就可以四十了 你说起来 就可以四十年了 这里人 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越多人做那些 叫你心里面生气的事 天天都有 如果你不能把这些怒气散发 你健康有问题 生病也多 OK 完了 就这么多 我后面有讲吗 OK 感谢神的恩典 总而言之 要记得 我还会在这方面 再写多一些 总而言之 要记得 如果人 要禁止 这些 惨事发生呢 不要做那些 跟正义 诚信 人 人 慈 圣洁的事 相反的事 不要做那些 惹人家生气的 叫人家生气的 每天 叫人家生气的事情 太多了 OK 所以你一定要学习 我们一定要学习 怎么样散发 心里面的怒气 我现在告诉你一两点 第一点 我们天天用的 有时候 我要生气的地方 比你多好多 有一样 我生气你不会生气的 哎呀 怎么这里 肯来读圣经 信耶稣人这么少 明白吗 每天这里 坐不满 我也可以心里面生气的 人家这里 车 我们广播叫车大炮 明白 乱扯 他去这么多人听 听他去 胡扯 但是我这里 叫个圣经 一张一姐 他们就不来 哎呀 明白 我叫我生气的人 生气的东西 比你多好多的 那我怎么活呢 我活到 今天 我与其什么 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有怒气都消掉了 减败还明明啊 明白啊 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不是成愿的事业 是主的教会 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叫做我签灵啊 我跟外面的政府来往啊 我都是这样写的 in the Lord's business 这样签 我签在主的事工里面的工作的成就案 in the Lord's business 这是主耶稣的事业 这不是我的事业 神的旨意 是这样 就这样 所以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不明白的 我说我非常不喜欢牛肉 这人生气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喜欢啊 但是呢 我在这里差不多四十年了 那怎么活过来呢 以前十几年前 我去新加坡人家就说 三十几年现在很危险啊 常常有人开枪打死人 每天啊 差不多每天地铁都有人打死人了 我去新加坡他们问我 你在旅游住了十几二十年 你怎么活过来了 没有人把你打死了 我就笑笑告诉他们 因为我过子小 美国人过子大 我听见人家开枪 我就赶快躲在他后面 这样活过来 开玩笑 他们觉得很高兴 OK 上帝恩典 上帝的旨意 他们以为 那我这样一定很不高兴 一定很生气 一定生活不好 不是 因为我知道上帝要我在这里 凡是能够 现在 希望李弟兄不是这个人 李弟兄现在能够开始帮忙一些 教会的工作了 你来唱歌多想亮 他们就离开这里了 因为工作要搬到其他地方 因为工作要搬到其他地方 明白吗 凡是能够开始 哎呀 多了一个了 好了 我可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退休了 他们就跑掉了 所以我说上帝啊 你和我在这里没有办法 那我不要做又拿 又拿很凄惨的 他跑掉了 所以上帝叫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锅三天 怎么言之呢 这件事情 这是上帝的旨意 愿神的旨意存存 就消掉了 明白意思吗 希望你们也要常常学习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健康 那这次见证非常不好 我病了这么久好像 因为我三十八年啊 三十多年没有一个礼拜天 直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病到礼拜天不能讲到 感谢神的恩典 大家彼此勉励 你们有丈夫的 有妻子的 要彼此相爱 真的有机会啊 没有办法忍受 忍耐一定要吵架 等儿女上学以后再吵 免得造成孩子的心理麻烦 生气 然后社会也麻烦 明白 最好像是我刚才举的好例子 爬到山上去 大山 离开十几次 大声喊 大声喊 OK 把他喊出来 有时候吵架也是一个 散犯怒气的方法 OK 不是所有人吵架都不好的 吵架打死人 那是一定不好的 OK 愿神赐不保守 好好保持 不单止肉体要健康 心理要保 也要保持健康 我希望世界日报 愿意保持我这一篇 来过蹬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休息 愿神赐不保守各位